現在就發現說 有AI這個成分的話 真的是投資上面的一個鮮血 所以亮給你怎麼看 因為這是科技現在 競爭當中最前沿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來看到 微軟打敗蘋果就是 重返了全球市值第一大的寶座 因為轉向了AI NVIDIA最近不斷的飆升到世界前三大 手機分析師就說 iPhone今年出貨量下調大概10% 然後出貨目標下調到兩億部 另外現在蘋果說 這個折疊手機都沒有 現在傳出來 2026年終於要發布了 然後最近就被發現說 他不斷不斷的跌 波克夏會不會有一個 會來繼續賣嗎 會不會也引發關注 因為蘋果現在成為 獲利第二高的做空股 然後今年前六週 蘋果在iPhone當中 中國的市占率掉了 下降了24% 中國大陸華為是增加了64% 然後在中國大陸市場 亮哥之前有預告說 華為會不斷的躍升 譬如說現在已經從 9.4%到了16.5% 然後蘋果是 從19降到了15.7% 真的來到 華為一定會到20% 20% 那個蘋果人家不會認為 它是AI股 不會啊 就完全沒有AI 對啦 微軟比較遠 微軟 對啦 那蘋果跟特斯拉 有點像啦 就是它的 它就是 它的產品就是 都停留在那個規格嘛 對啊 十年前 它只做高級貨啦 然後這個高級貨 大家的那種經驗 越來越少嘛 經驗是很讓人家驚喜的經驗 就是有那種新的功能 不新的設計啦 之類的 比如說最近我看到一支 因為大陸的手機我們不容易看到 對 你看到什麼手機 比如說那個 我那天看到那個 遊俗會給我看三星的智能手機 那個功能 憑我都沒有 那是AI手機 AI手機 真的第一支 售價也要4萬多台幣 對 然後它就秀幾個功能給我看這樣 大陸現在也有AI手機了 大陸有我知道啦 因為可是我們不容易用到 對 不容易拿到 所以這次要託朋友到香港 幫我買榮耀 我知道你要買榮耀V2 我要買摺疊機了 對 他終於要入坑摺疊機了 不管啦 那個 比如說 三星那一支我聽他講的啦 因為我也沒買我不知道 所以你如果打給老外國的朋友 你這邊講中文 他聽到的是當地的語言 很酷 那這個就是自動AI轉換 因為這個事實上也不難 然後他那天又秀給我看 他在頂樓拍月亮的照片 他竟然可以標100倍啦 就在你背景後面就對了 那個月亮就是100倍大 OK OK 我就說你是登入月球了是不是 怎麼那麼近這樣 我反正就是 這個就是AI效果啦 蘋果我就沒有看到錯功了 對不對 因為大陸我也聽聞很多功能 那如果是電動車 差距就更明顯 你去看特斯拉 好像是1001種 就是那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可是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就是千變萬化 對 那竟然還可以在水上 開30分鐘這樣 仰望U8 就是一大堆啦 還有比如說180度停車 很多啦 很多你以前沒有辦法想像的功能 對 那這個 我覺得中國大陸大概就是這樣啦 然後他性價比又高 又便宜 那美國我認為目前有一種氛圍 在暢空電動車啦 什麼意思 因為川普本來就反對電動車 對 然後現在美國作書人了嘛 然後就開始 開始講一大堆電動車的缺點 之類的 那也開始講什麼電動車的國安問題嘛 因為他就是 雷蒙多嘛 他就是一個大數據的工具嘛 而且也具有人工智能嘛 當然這個就是很可笑啦 這個就是 蘇人的時候就開始講一些有的沒的啦 那以前你贏人的時候 我又把那個1980年 美國蘇豐田汽車的時候 那時候的那個汽車工人的暴動 我又找到那個照片 然後就當作一把日本的車敲碎啊 就是亮哥說的民粹嘛 他就是這樣 美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啦 就是 他就一直認為自己永遠遙遙領先嘛 怎麼會被追過 他常常會有panic 事實上那個蘇聯那個 衛星發射他也是 spunik 他也是panic 史普尼克 結果 甘乃迪不是說要登陸月球 就是這樣逼出來的嘛 他就是這樣的國家啦 可是以前是你逼他他會更強 現在是你逼他之後他瘋了 他也不是立即的 他也是先亂称 也要先亂称 然後甘乃迪才提出登陸計畫 希望趕快痛定思痛 但是現在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就是他回不去月球了 對啊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當然有人懷疑 到底有沒有真的上去 當年根本沒去的 不知道啦 不過一個在1960年代 就登月的國家 現在竟然 要恢復是如此困難 這有點詭異就是了 可是不管怎樣 就是 我看美國的歷史 就是他常常這樣 就是 他自從成為第一之後 那只要有人超過他 他就陷入一種恐慌狀態 可是那個恐慌 會影響當下的選舉 是 所以今年選舉 就是在這個氛圍下 所以今年 我認為反中會反得 非常的非理性 就會有各種亂七八糟的議題 比如說 美國眾議院 共和黨那個研究會 剛推出一個法案 叫做 《反制共產黨法案》 叫《Country Communist China Act》 剛出來啊 三百多頁 我看來我都快昏倒了 那個大概比川普 接近一百倍這樣 他還是提出來了 共和黨的 共和黨的 那個大概就是 共和黨裡面 所有反中的思想 全部都丟進去 全部都丟進去 我覺得就是這種氛圍 那拜登 你就是受到這種壓力 在那邊逼著你走 事實上拜登現在做的 對中國的所有的動作 這個法案通通都有提到 都比拜登還要激進 就是這樣 不可思議啦 2月29號剛提出來 我昨天才看到 我看了都快瘋掉了 三百夜嚇死了 三百多月 就是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 大體就是這樣的氛圍 然後美國的 坦白說啦 美國三分之一的民眾 從來沒出過國啊 對 所以很容易陷入一種 本土的民粹 尤其是共和黨的選民 對 好 所以呢這個反中 在今年選舉年的時候 會更加的猖獗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關心的車館 備護身體健康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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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